第十六题 第十六题十七题是提主 我们将鸡蛋放入淡水中 看见逐渐沉入烧杯底 经将食盐慢慢加入水中后 看到鸡蛋渐渐浮出水面来 如右图所示 接下来有甲、乙、丙、丁四位同学 分别就这过程提出他们的看法 请回答第十六到第十七题 第十六题是问 在此实验过程的讨论中 以上的叙述全部正确的有哪几项 假说当鸡蛋放入淡水中时 可发现蛋的密度大于水 我们从图示看到 鸡蛋在淡水中是沉下来 所以表示蛋的密度比水的密度来得大 所以假的叙述是正确的 以鸡蛋在淡水时 所受的浮力大小是等于 鸡蛋的重量减去杯底所给的支撑力 我们鸡蛋在淡水中受到一个浮力向上 受到一个杯里的支撑力向上 还有一个重量向下 所以我们的浮力加上支撑力会等于我们的重量 所以浮力就是我们的重量减掉我们的支撑力 所以你的叙述也是对的 丙说在淡水中逐渐加盐的过程中 液体的密度会逐渐的增大 这个没有错 盐水的密度比淡水的密度大 最后盐水的密度会大于鸡蛋的重量 这个是错的 第一个我们最后是盐水的密度大于我们鸡蛋的密度 所以鸡蛋会浮起来 第二个密度跟重量的单位是不一样的 没有办法直接比较 所以叙述比呢是错的 丁说当鸡蛋浮在盐水中时 所受的浮力大小等于鸡蛋重量 加上谁所给的上压力 这个当然是错的 第一个我们知道鸡蛋如果浮在盐水中 浮体的浮力等于物重 所以它所受的浮力就会等于鸡蛋的重量 第二个是我们的重量是一个力 上压力压力不是力 压力是要力处于面积 这两个也不可能会直接的相加 所以丁的说法是错的 所以只有甲乙的说法正确 第十六题问我们说 在此实验过程中的讨论中 以上的叙述全部正确的有哪几项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甲乙 第十六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